原标题 林志颖被之一行使明星特权 社会面前明星不等于特权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林志颖 不老男神林志颖被投诉了近日 有媒体爆料林志颖在搭乘飞机返回台湾时 因为我拿已经拖运的行李 所以在飞机舱门快要闭上的时候 要求下机拿回行李 同机乘客趁虽然他的态度很好 却还是让全机人员陪红等待了半小时 导致乘客们的行程被耽误 此消息一出顿时惹来网友热议 有网友痛批道 难道就因为林志颖是明星 所以就可以利用特权让飞机晚飞吗 也有网友表示 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说不定是误会的 随后林志颖在微博公开澄清 表示自己并不是想要拿回已经拖运的行李 而是助理将购物袋落在了机场餐厅 为了取回购物袋 才在空姐的建议下 让没有拖运行李的助理下计 待取回失误后 乘坐隔天的航班返回台湾 至于是否让同机乘客等待 进而耽误到行程一事 林志颖则表示 这趟航班准时关的机舱门 没有因为个人原因影响飞机起路 还提前一分钟到达目的地 此外 林志颖还表示自己没有特权 不仅提醒大众注意携带好随身物品之外 还对大众的监督表示了感谢 不得不说 林志颖因此事而受到大众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于明星这个身份 不得不说 近年来因为明星特权 而受到关注的明星着实不少 娘娘孙力在山西晋中拍摄 那年花开月正元时 因为所住地周围施工噪音而无法入眠 因此在微博公开投诉 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 晋中发布山西省晋中市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就转发了孙力的微博 并且加了相关部门以求解决 很快 住所周围的施工方就停止了施工 进行整顿 本来处理噪音问题是一件好事 不成想孙力却被网友吵了半天 由网友趁 孙力所住酒店附近施工 是为了缓解当地交通压力而做的地铁工程 且当地天气情况的原因 11月地面结冰就会增加施工难度 因此工地才会持续作业 孙力投诉根本没有体谅辛勤劳作的工人 还有网友爆料 孙力拍戏的地方在尽中太古 却没有像陈晓拿下选择在太古居住 反而住在了当地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 此番为了自己方便 才会行使明星特选搞特殊 但是随后 孙力影迷会向大众澄清 投诉的并不是地铁项目 而是周围的商界项目 谣言能轻易发酵 真相却迟迟不明 但只有人在抹黑孙力形象 无独有偶 隔壁的韩国女艺人 也曾因为明星特权而被飞翼 韩国当红女子团体 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 因为驾驶途中与出租车碰撞 随后出租车又撞 向了前方的私家车 三车连撞事故让所有当事人 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伤 有自称是出租车乘客的当事人 在社交媒体抱怨 不知道救护车 是不是因为加害者 是有名的老项的关系 竟然先把加害者再往医院 要我们被害人在那边的 因为此事 韩国网友开始抨击泰妍 利用一人身份行驶特权 但随后 由相关人员澄清到 泰妍当时发抖着 并担心其他车主和乘客 虽然急救人员依据伤情严重程度 要求泰妍先让急救车 但泰妍还是等待经纪人的到来后 乘坐对方的车才到达医院进行救治 并没有出现优先优胆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